微辣前經理人阿貞興生前 已遷至遺言控訴微辣部分人的不是 令多名微辣藝人被網民聲討 不過霍哥則是其中一名例外 他是首批在社交平台刪去微辣工作聯絡方法 以及將微辣十周年頭像換走的藝人 他亦在阿貞離世後出Story說 他對我的恩我當然記得 或是微辣清傳 外界紛紛轉測他豈不是會離開微辣 昨晚霍哥在自己的TG群組承認 已離開微辣 有不少人都關心他之後的動向 霍哥亦表示接下來怎樣仍然是未知之數 有支持者問他收不收課金 霍哥就回覆指,言語支持就可以了 是否在心中不得擔心 是否在心中不得回去 聽說天后李敏 Koko今天撤離 傍晚6時15分 奔妞在靈堂裡面 與親友攸抱、問候和安慰 突然李敏的二姐姐李思琳 極動爆哭 我冇進來 我冇進去 我冇進去 你冇進去 我冇進去 我冇進去 鸟、鸟、鸟,鸟 鸟 她的意思是说她会害死鸟 她会害死鸟 她还没有指明是谁 李斯林哭了几分钟 直播一道静音,恋到软镜 后来她坐下了 情绪才慢慢回复 马来西亚拿督千金座斯文 一向相當富貴 而且投資有道 早前就豪花400萬 向的士幫買入的士牌 近日他拍片 分享投資心得 說自己七位數字的定期到期 覺得放在銀行的息口不高 所以決定提走 見他一邊背著 按碼是要價大約10萬元的手袋 而200萬現金 就只是放在手上的環保袋 那個環保袋 沒有任何拉鍊或者扭扣 就這樣就拿著七位數字的現金到處走 真是非常大膽 看得人嗷嘴 知名音樂人李昆成 大想暗離世 他在台中的樓 由細舉40歲的林鄭英繼承 但他很快就買了 住在五星級的酒店 巨式間樓一共74.3平 車位是7.9平 有四房兩廳兩次 樓齡有29年 成交價近日就曝光 根據台媒報道 林鄭英最喜歡1780萬賣了房子 而李昆成的兒子李卓軒就認為 爸爸的收藏和著作權 更加有價值 對於房子好快便買出 他沒有任何不滿 房產對他來說 已經沒有任何關係 他現在只是想整理好爸爸的收藏品 未來將會陸續分享給喜歡音樂的朋友 MIRROR和ERROR的成員 近年除了演藝事業之外 亦不停發展副業 去年底 ERROR的隊長肥仔 聯同MIRROR的成員 阿Jer和Jerlemy 在將軍澳高尚住宅地段 開設型格的高級日本餐廳 開業初期 訂座至少要等一個月 開業半年多 餐廳日前突然宣佈 最後的營業日 是7月31日 並且會安排訂座退款 不少粉絲都感到惡言 有部份更加說 因為來不及光顧 而覺得很可惜 1993年畫者張慧儀 曾經在無線拍攝過不少經典劇集 而在劇集 《守護神之保險調查》中 飾演他兒子的前童星 黃逸浩 自2020年拍完《法政先鋒4》 就沒有再繼續幕前演出 原來他已經去了加拿大升學 但最近趁有空 他就回到香港探望媽媽 這次他出現 可以看到他已經長大了不少 還變成一個英俊 張慧儀也透露 自他們拍完劇之後 他們就沒有再見 但偶爾也有透過電話聯絡 他大讚黃逸浩好董事 不過有些網民誤會了 黃逸浩是張慧儀的樣子 張芳惠 現實中 張慧儀真是一個好媽媽 他多年來 獨力照顧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的張芳惠 不過黃逸浩就只是他劇中的兒子 你跟TVB的合約是已經結束了還是將會 沒錯 是已經結束了 但是是去年的事 去年的事 但是最近你才回來了 因為就是這樣的 因為為什麼不說著 就是因為一說就會很多問題都飆出來 我覺得就是說 因為我也要做這套戲的宣傳 我就覺得一次過說就清楚 就不用大家去估和大家去傳 所以我都是借這個時間 順便一件事就可以說的就是 雖然我跟TVB的 此上那個合約是結束了 但是我覺得就是 他這套戲一天未出街 我覺得我還有責任去履行 和他之間這麼多年的關係 因為始終三十幾年不是一個短的日子 我跟他的關係未至於 我結束了約就立刻要跳槽去第二間公司 這樣就會變得很尷尬 我這套劇就在這裏出 我就是個人在另一個台 也都不是我想的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 這套戲出了街 我跟他做完宣傳 我跟他的關係 對我來說才有一個正式的完結 假設他真的可以再多一兩年 當然我受不了 我一定要出去拍劇 這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我本身 因為拍了這麼多年 都要開始有點累積地拍劇 如果再出去 又再重頭這個模式 阿長你幫我拍一兩集 這樣的時候 未必是會引到我的興趣 所以因為TVB 我離開TVB不是因為沒有劇拍 也不是TVB不和我續約 他會繼續和我繼續下去 我覺得已經拍了這麼多年 我的角色很多都做過 我也開始想不到新的東西 那是不是可以停一停呢 我的出發點就是這樣的 我再停一停的時候 可能靜了的人可以想多些東西的時候 才可以再繼續決定 合作的方式 是的 還有 因為如果一直在公司 你不能夠一直去推 當然我都說 我不想做一些我不喜歡做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簽了約 人家一直在付錢 那你一邊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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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意義又何在呢 所以我才會呈現 是來一個完結 會不會唱歌 會不會唱歌 唱歌 再我來說 我想你唱歌多個 很多人都會這樣 可以唱歌 我一定會唱歌 始終唱歌都是一個收入的來源 我都會很想唱的 可能拍電影 或者我想寫一下 寫劇本 寫歌也好 寫劇本也好 劇本也是我其中一個 我最想做的 不過過去實在太多 沒有這樣的時間 你只要來日以繼夜的開工 你簡直不會去想這個問題